我们先集中谈创货 其实今天有两间大行都出了报告去谈创 先看中信李昂那边 首次吸入了买入评级 目标价达到72.5元 用了Bright Future 美好的未来作为一个主题 其实他主要讲的其中一个理据 其实很多分析师都有讲过 就是那个电动工具业务 就说其实他在金融危机以来 销售都可以持续增长到 而未来那个充电式产品 都可以扩展到非住宅建筑 觉得会是一个增长动力 其实见到他这个电动工具业务收入 其实其实都挺强劲 因为在金融海啸的时候 他第二年是倒退过的 但之后就可以回复增长 似乎会反映到 就算你面对市况不争气的时候 你都可以很短时间就可以弹上去 管理层方面的周行能力又好像挺不错的 他这份业务表现好是否都无容置疑呢 当然这份业务好其实真的挺大的预期性 因为其实以过去几年 特别去年为例 其实电动工具的业务占比 都占到总体八成半楼上 比较稳定一点的表现之下 令到顺利是有个比较稳定的增速的 所以的确这份业务好 其实不是特别意外的 但问题就是股值 即是你见到今次中信利用法报告 都说到他预期有可能今年 那个PE大概是22倍左右 其实看回这个22倍来说 配合大概1成8、1成6、1成7的平均增速来说 其实现水平来计 说真的不是特别吸引 就是股价上体 所以我觉得就算看好业务也好 可能真的等他整股下回调下 才做一些考虑会比较合适 是说那个花旗报告来的 其实我们就可以再看了 其实他有个中期的前瞻报告 其实都有讲一些实际的数字 就预料到他那个中期业绩的顺利和收入 其实按年都是升到1成以上的 就说下半年的顺利增速更加会加快 但其实如果说上半年的顺利 其实增速方面是放缓了 但他就估计在北美市场的份额增加 再加上增加美国和越南工厂的产能 其实都可以降低 一旦特朗普真的出口述 然后实行了对剩下3000亿美元 中国货是加了关税之后的影响 估计也是一个双位数 他这样说 似乎花旗就算是放缓也挺好 你又是否这样想 其实我觉得如果以业务上看 就刚才说到真的比较理想 特别你说如果未来的中期业绩 就是刚刚无论花旗好 或者之前刚才说中算里纹两份报告也好 其实都对中期业绩的增长 其实看法不差 特别觉得刚刚这个半年 虽然你说增速可能对比去年的上半年是慢了一点 但始终因为去年上半年增速快乐之下 基数比较高了 所以今年上半年增长稍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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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带动在带动 就是帮助性在这里 从而对他们的销售情况 都会有个比较预期不错的表现 再加上刚才你提到一点就是 就是它的产能各样东西 而的确因为中美的不确定性之下 其实看到创科都越来越多投放 可能在北美自己那边有刺客厂 在东南亚地区有刺客厂 尽量减低中国的产能佔比 如果以现在目前来说 只要大约六成是来自中国 有死成是来自其他地区 面相越来越少在中国的生产之下 相对受关税的不确定性会少一点 所以的确你说未来的业绩的看法 其实看回普遍这些行业的预期都不是差 暂时这样看它的前景其实都挺好 但如果我们看回股价来说 其实暂时现在都是上到60元留上这些位置 但如果看回它的预测PE 其实都挺高下的 都有22倍 虽然花旗就估计它明年或者后年 顺利增加了去到7亿至8亿的时候 市盈率就会回落去到20倍以下 它都是更看好的 但始终PE的问题 是不是建议大家如果看它前景的时候 让它回到一些都值得去吸纳一下 其实可以等一等 而且始终我想留有更多的风险 虽然看法上它自己是眼睛 我们说即使早几年美国的预历不好 它也不好 它的业绩都差了一下 之余都很快回到上来 但未来留意的地方始终要显示当地 比如美国和欧洲的情况 因为始终它暂时都很大部份 是来自这两个地区 特别美国 假设当地的楼市 虽然现在没什么问题的 但当时楼市的表现 是突然间离开几个大的下滑的话 可能对它的销售其实都会有点影响 甚至刚才提到原材料的价格 我觉得起码都会等它下去 可能大概是有机会 试下来大概55美元这些位置 我想近一条50天线这些位置 将预期P扯回到大概18倍附近 会比较合理一点点 我想到时才追 就算望上去也好 可能看回发期的目标较63 起码水位上比较多一点 即现价追多的似乎是太贵了 看大家如果有心想追入的话 真的等一等一下